包括前进秋护理长 一共有七位的护理人员 在这场抗杀的战役中不幸殉职了 而其中林正威医师 他是第一位殉职的医生 当年他才28岁 他刚刚到和平医院报到还不到一个星期 而在几个月之后 他就要结婚了 林正威他的美好人生 才正要开始 但是没有想到 他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他没有穿戴任何的隔离装备 他就被推上了第一线 为什么我们要犯罪病呢 发什么啊 我们没有冷病 我们在这装正常 为什么要犯罪病呢 我没有家庭了 因为你们病了我们要跳楼 我觉得我要跳楼 我可以 会被保留问哦 你再拿去那边 再交送给你就好了嘛 何必这样子呢 拜拜 医学院的学生在售跑典礼上 都朗读过这一段誓词 准许我进入医业时 我郑重地保证自己 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我将要凭我的良心和尊严从事医业 病人的健康 应为我的首要的务力 2003年 一个28岁的年轻医生 林仲威 带着如此坚定的信念 即将实现他玄壶济世的理想 我小六年纪 他看到说 一个澎湖人生病 在地方上竟然要辗转再三 而查不出确切的病因 到最后必须转诊送到台湾去 所以在他自己的内心深处 他给自己立下 一个很深远的理想 2003年4月1号 才刚刚退伍不到一个星期 林仲威向势力和平医院报道 担任内科住院医师 预计在三个月之后 转任回派医院 他到和平 才二十几天 有一个老阿嬷 他自己回来跟我讲 一个老阿嬷一直要跟他介绍女朋友 因为这个阿嬷说 我的儿子比他的孙子还孝顺他 2003年4月12号 林仲威开始在B栋八楼照顾SARS病患 八天后 一个年轻的医生倒下来 我从来不认为林仲威是英雄 林仲威是完全在不知道的状况之下 他被推上火线去 人家懂得躲他不晓得 他是晓得尽他医生的职责 所以我的定位 林仲威是SARS的一个受害者 因为资深医师多少 他们会远点几个球 只有这些出出茅库的 只是医生 他们经验真的不公 4月16号 照顾那个刘姓洗衣工 一个洗衣工 他不但去照顾他 他还在那边陪他聊天 聊了一个多小时 我儿子去诊治病患了 没有任何防护医 他只有一个 还不是N95 就是一个外科手术的口罩 一个几毛钱的外科手术 口罩他就去了 刚刚退伍的年轻医生林仲威 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照顾SARS病患 2003年4月20号发病 林亨华直到4月24号 和平风院当天 才知道自己的儿子 也感染了SARS 封院那一天 他的朋友逼到不得已了 才快点打电话来给他求救 说众威染了SARS 现在被关在和平医院里面 每个人都自顾不暇 里面乱七八糟鸡飞狗跳 根本没有人敢过去照顾他 要我无论如何 想办法去救他 因为这是一个决策 不管他是错误还是正确 那已经决定 把染杀的人都集中在那边隔离 谁敢把一个病犯弄出来 林亨华想尽了各种办法 动用了所有的人们 结果还是无能为力 挨过了漫长五天之后 政策终于松动 林仲威得以被转往国泰医院 进行救治 我想我们医院 一定会尽力的来救救 那什么时候现在是 已经他自己的身体 对 那什么时候目前看起来 他似乎的状况 大概会起来 我希望他能够好起来 因为我们都是医护的联 我们永远在自己线 我们永远在救他们 林亨华 隔着负压病房的玻璃窗 远远地望着儿子林仲威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他的病情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可以开心地挥手 可以深情地看着未婚妻 在白板上写下了 I love you 大家都相信 林仲威他一定可以撑过来的 5月15号 很巧 5点15分 他过时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林仲威的遗体必须在24小时之内活化 林妈妈哭喊着说 他是我生的 难道不能抱一下吗 我愿意被隔离啊 但是 这卑微的请求 却不被允许 世上有这么残忍的事情吗 所以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说 宋威如果走了 我也要从七楼跳下去 作为一个母亲 我的心好像被刀刺透 她最后的一段时间是献给她最投入的医疗工作 可是因为她的全新投入 却发生这样的不幸 有点讽刺 有点无奈 可是也不知道是谁的错 林仲威不是英雄 英雄要像叶金川 要像瞿大臣 要像严慕庸 这些人 当他知道这是一个SARS的战场 他们主动去投入 这些人才叫英雄 林仲威 是完全在不知道的状况之下 他被推上火线去 人家懂得躲 他不晓得 他最晓得尽他医生的职责 他根本不晓得是SARS 台北市把林仲威日述忠烈词 这代表什么 他不是英雄 你一些行政官僚 用一些虚荣的名义 来掩饰自己决策的错误 我觉得这是蛮可耻的一个行为 2003年5月8号 一场惨烈的和平风暴 在宣布结束风韵的那一刻 终于解除了警报 所有的人员撤出医院 两栋建筑物在进空两天之后 展开特的消息 谢谢大家 一路顺风和平天使 一路顺风 谢谢 起个热水澡看看电视 休息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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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